墙台凯米的重创 导致屏东县离港乡出现严重灾情 雨水成灾已经淹到膝盖 民众受困了该怎么办 于是紧销集中生智 让受困的人坐在大水桶中 借力使力 才成功让一名66岁男子 和一位62岁女子脱困 同样在屏东的高树乡 也是一片惨况 住户拿起本机 将烟尽住宅内的水扫出去 但无奈扫的速度远远不及 烟得快速 另一边的住宅 柜子的三分之一都看不到了 复古的灶咖也泡汤 转过头看看庭院 真成了我家门前 有游泳池的景象 高树乡农会外头成了一片溪流 路过的民众脸上只剩苦笑 但另一头的大马路上 水烟得更夸张了 一个大男生 水的高度就到了他的腰 凯米台风的劲逼 逼出的是民众的无奈 看到这种情况 凯米走的 比那种水的速度 人场明应该会被流走 真的很大风大 暴雨淹上来了 短时间内真的束手无策 屏东长治乡的居民 有人坐在橘色大桶子里 滑呀滑 也有人直接赤裸着上身 趴在漂流的柜子上 双手拨呀拨 也有居民骑着脚踏车 感受逆流 但逆流的痛感 恐怕只有这群人感受最深 雨淡狂炸的高雄 在九如交流道扎道口 出现了严重的积水 一烟就将近把整颗轮胎淹没 路过的车辆得勇敢地踩下油门 只往水里冲 建起了高高的水花 才能快速通过这段水路 但也有驾驶没那么幸运 两辆轿车就故障抛锚在扎道口 动弹不得 甚至让交通一度瘫痪 各地出现淹水惨况 短时间内只剩无奈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